大家好,我是雅哥 今天帶大家前往的是 體育大學停車場內的 相逢賞風行李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點是 2020年12月5號白天時間點 然後我們去車前往停車場 這裡停車場非常好停車 風向長度落在100公尺 那我們從這個 停車場下車處就可以看到這個風向 它已經轉射了 這地是稍微較高一點 所以轉射的速度其實是比平地快的很多 當然這個長度的100公尺 其實對一圖風向大道來說 可能有點美中不足 但是你可以搭配附近的自清湖 或者是水資源中心作為一個經典搭配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風向又是叫紅樹 那跟加拿大風樹的葉子有些不同 它們都是屬於五幻子底下的一個樹種 這裡的風樹呢 顏色從綠色 轉黃 再轉橙 再最後轉紅色 非常有漸層感 漫步在這種風向的步道之下 你聞到類似那種芭樂芭樂的味道 當然這邊的天氣變化多端 所以前往我們的時候要記得要帶一些 像是雨具啊 或者是機車人要記得穿好這個所謂的雨衣前往參觀 建議在出發前呢 先看一下氣象預報 然後避免球到達的時候 可能下雨非常少性 然後我們順著這個步道來 做一個紅型的循環 就是先繞一圈再回來 就欣賞這個風速之內 少見的深紅色的風速 如果需要跑到高海拔的地方就可以看到 當然油部分還呈現黃綠色的 但紅色的已經佔了白一至六層 所以要看能漂亮的循環 沒有錯 那不如在這種悠閒的步道之上 享受了這種寧靜的氛圍 這裡的人不會太負擔 但之後我只會暴紅的重點的火化 有可能的復別的非常多 所以建議在還沒暴紅之前 可以來這邊前往 平衡這邊聽得到還算是 蠢蠢蠢蠣的落點給停車 那我們繼續往 停車場內部繼續使用 看來大量的這個深輔色的紅葉 那另外一側靠北方那一側呢 基本上它只有這一條有風速 我們剛剛走的是偏來方方向的步道 只有這一條是唯一的風速步道 偏北的這個步道呢 基本上它的葉子是比較偏黃綠色的 因為沒有轉到非常鮮豔的紅色 那我們在陽光的拓勢之下 我看到有大量的金黃色的楓葉 以及長大量的不錯的果實 附近的景點可以搭配其 至清湖所以自由圍動中心 作為前往的這個一日有人的規劃 那雅各繼續探索 跟賈雅各繼續前往吧 那下 possibility 現在來鮮豔的一日 可以看重量的味道 對外形配合 明天下集合 聽說明天下集合 聽說明天下集合 那個人說明天下集合